师父,弟子向您请安,弟子自己的业势里悲,感恩菩萨。 师父,我是1980年的侯,有同修梦到我身癌症了。 我想问一下,是我这一次做事情不如理不如法吗? 还是因为我是36岁的官? 你只有16岁啊? 36。 36,你学佛学了几年了跟师父? 是弟子吗? 是,我是弟子。 组织过别人去放生吗? 有。 我跟你说了,一个一个,我跟你说年一过,你去看好了。 练才的一个个全收,最近刚刚又收掉一个,你去看好了。 我没有练才,我没有练才。 你没练才啊? 我们都直接交给余方的,我们又练才。 你跟我讲有什么用啊? 你去跟菩萨讲啊? 你去跟下面的地府的鬼讲啊? 怎么会这么年轻,要生癌症啊? 对不起师父,我不知道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啊。 你不知道自己做的,你自己不知道。 我跟你说,你只要一点点练才,天上地下就非常的痛恨你。 我知道师父,我这些我都一直跟自己说,我们的钱都直接交给余方的,我没有动到那笔钱的。 你帮着人家拿过去过没有啊? 没有,没有,我们都是当场交给余方的。 当场交给余方,你组织的话,如果余方恋财,你也有罪,好了。 对不起师父,对不起。 谁叫你组织的啊? 对不起师父。 不是对不起啊,你说你没恋财,谁叫你组织的啊? 组织的人,大部分的人都会有点恋财的,我告诉你。 就这么简单。 我要念多少遍离佛呢? 我跟你说,你跟我记住了,没办法了,我也救不了你们。 像这种事情,我跟你说,只有跟观世音菩萨讲,跟地府, 我跟你说,就观世音菩萨跟地府说,啊,他主要还是好的什么的。 如果功德不够的话,一定拿走。 功德有的话,是以后报。 就这么简单。 我明白,师父,我想要问,我要念多少遍离佛。 你告诉我,你最多组织的几个人去放生。 嗯,大概二十多个吧。 二十多个。 每个人都直接交给余伤的啊? 对。 没有人,没有人交给你之后,叫你转交给余伤吗? 没有,没有,我们就是当场几个同修一起算着那笔钱, 然后直接交给余伤的。 麻烦。 那你还有其他事情? 我跟你说,不努力不努法有两种。 一种是境界上的,一种是行为上的。 那师父,我要注意些什么呢? 还是我的要经者的关心呢? 哼哼,要经者? 自己好好自为之吧,我不知道,我也不想说。 师父,求你了,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地方做错了,对不起。 不知道,我就给你讲了放生放出来毛病了。 对,我知道,我需要念多少遍离佛,然后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呢,我会努力的,师父,对不起师父。 自己平时经不好好念,你听得懂吗? 明白。 你小房子一天最多能念几张啊? 我一天最多能念半张而已。 好了,你为什么这么卖力去放生啊? 哼,你骗我有什么用啊? 我跟你说,我现在护法神全在我身边,菩萨都在上面。 你再骗我的话,你最佳一等,你马上就生癌症了。 去玩吧,我告诉你。 我不是吓你们的。 很多人就是说,海上有一个女的,你们记得吗?山东的,我跟她讲了。 对不对啊? 她说我没病啊,我说你肝癌。 没病啊? 好了,蛮好啊。 我说你骂好了,你去骂骂好吧,你不要自己剪点好了。 好了,死掉了。 嘴巴巴巴巴巴就讲的,过去在电话里就是台长骂她,说她是讲婚孝话的那个女的。 不就走了吗? 你们算一算啊,走掉多少人啊? 哎,还有台长不知道的呢? 几十个啊,要上百个都有啊,我告诉你。 你念的不好,你修的不好, 你拿着菩萨的钱去练禅,你或者男男女女事情搞不清楚,你哪怕有个意念。 像你这种不好好念经的人,你怎么会有这么发心啊,又带人家去弘法了,半章最多都念不出来的人。 你这种人,你这种人,你这种人会不生病的啊? 你假给谁看啊? 你假给谁看啊? 你今天跟师父讲话,你还要说你从来没有接受过人家的钱。 你敢说,我无语了,你敢说,从来没有一个人委托你把钱交给余伤,你敢说? 我看你不要不想活了,我跟你说。 师父,如果是真的,有的话是我不记得了,对不起师父,我真的是,我这脑筋有时是不清楚的。 不清楚了? 对不起师父,我有时精神不太集中,对不起。 那个,师父对不起,因为。 你不见棺材不掉泪,我看你。 我平时就是没有什么智慧的人,这不起不上。 就像你这种人,我告诉你,你自己身上,你慢慢有一个让你很清楚的方法,等到你下去了之后,阎湾老爷前面把你做的不弩法的事情全部放出来,这个时候你自己无语了,然后阎湾老爷一拍,来,拉下去。 好了,接下来你就下去了。 所以我很多事情,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不如理不如法,所以我才会为师父。 我告诉你,只要做梦,人家做到你身癌症,你自己做到身癌症了,全部都是,你已经做了很不如理很不法的,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了,听不懂啊? 我知道,我知道我一定有地方做的不对,请师父辞典啊,现在。 你好好去念礼佛了,我已经跟你讲过了。 你现在自己都说,我想不起来,想不起来就不犯罪啊? 我明白,师父我知道,我现在想知道我需要多少张小房子更多少便离佛了。 诶? 师父真的对不起,我不是故意的。 自己好,好之为之吧,今天几岁啊? 36。 36吗,姐呀? 对啊,我就是很担心啊。 很担心啊,我告诉你,而且告诉你,我告诉你,你两个地方非常不好,一个心脏,还有一个腹磕,都会长东西。 嗯。 你要记住了,我告诉你,你再不好好彻底悔改的话,你完了。 我不是吓你的,都是你们自己做梦做到的,我告诉你,护法神想救你的话,还会让你先知道,给你一个忏悔的机会。 如果你自己不好好忏悔,很快就走了。 好了,我不能跟你再讲这么多了,我没时间了。 好了,给人家讲讲吧。 嗯,师傅,我可以知道我需要多少找小房子吗? 一直念,像你这种一直念,念到好为止。 就跟胡椒说一波一波念吗? 对。 然后师傅,我还需要放生多少条鱼? 我,我跟胡椒许愿,我会放两万条。 你放两万条? 你从现在开始不要跟人家一起去放,你自己去放,谁要你,谁要你组织啊? 我不组织了,我不组织了。 那时候是因为我们有几个,就是我,我觉得要放送来改变。 就你这种素质,一天最多念半章的人,你配什么组织啊? 对。 你有什么组织啊? 你有什么能力啊? 我以后会检讨,对不起师傅。 以后检讨,你到下面去检讨吧。 你现在马上就忏悔啊,每天给我念五遍礼佛。 好了好了,拜拜,拜拜。 感恩师傅,感恩菩萨。 看了吧,一个个都来了,我告诉你们,我讲过了。 有什么都来了? 感恩师傅,感恩师傅. 我会啊,我们有一个传维,